新北市的復興國小的 接下來讓我來歡迎 新北市律復興國小的 曾品仁 曾品辰 賈浩勳 陳品山 魏品惠 賴又廷 戴麗雲同學 以及他們的貼心計畫 早睡的爸媽有禮物 歡迎 新北市復興國小同學們 來來來 這一組的年齡層感覺比較低一點點 好 大家好 我們是 雅德賽斯理想教育學協會的復興隊 對 那其實我們是有兩個學校一起合併的 就是復興國小跟中和國小的 那我們是課後的時候呢 會一起就是共同學習 然後大家就會一起去各地方探索的一個這樣子的共學團 那我們首先就請一年級的品山來跟我們分享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主題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品山 我今天要講的是 減輕爸媽的負擔 要幫忙洗碗 擺碗筷 折衣服 拖地 撒地 撒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品山 大家好我是優婷 大家好我是品辰 五蘇果 多運動 早睡早起 讓爸媽活得更久 如果先把書看完 作業寫好 這樣子爸媽就不用再 一直叫我們要把這個字重寫 如果呢先把書看完 就可以讓爸媽說 可以玩久一點 如果這樣的話 爸媽也可以不用再一直叫我們要看 多運動 五蘇果 早睡早起 五蘇果 是讓爸媽的身體更好一點 多運動 是讓爸媽的身體壯一點 早睡早起 是讓爸媽的精神更好一點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叫做蒋浩馳 大家好 我叫做蒋浩馳 大家好 我叫做魏品慧 大家好 我今天要講的部分是實踐 我們本來想說用懲罰來 讓爸媽做到我們想要給他做的那幾件事 之後我們決定用獎勵來鼓勵爸爸 我們本來想說的 處罰是爸爸爬樓梯食堂 媽媽不行開電視 最後我們想出的獎勵是幫忙拖地洗碗 水杯那些等等 因為我們覺得用處罰對爸媽沒有效 所以我們才會改成用獎勵 謝謝大家 我要分享的就是爸爸媽媽有沒有達成目標 媽媽是 媽媽媽沒有達成目標 媽媽沒有達成目標 媽媽 你為什麼晚上這樣 媽媽是因為 每天晚上回來的時候都很晚 所以她都沒辦法達成目標 爸爸也是很晚 每天都回來 所以都沒辦法達成目標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真品人 我今天要講的是分享 在FB有一千人的觀看 爸爸媽媽也達成目標 我們也頒發獎勵給他們 爸媽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我們下次還要再辦活動 謝謝大家 最後我們希望能藉由這樣的一個故事 可以推廣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更珍惜 注意自己的健康 因為我自己生病開刀之後 才發現真的健康很重要 那每天真的要早睡早起 五蘇果還要適時的運動 謝謝大家 謝謝 這個 我們的小英雄們利益 實在是很良善對不對 關心父母心健康 但是不好意思 小平哥哥必須要跟你們講句實話 有時候爸爸媽媽早睡 不是要晚睡 是希望你們趕快睡著 爸爸媽媽才有一些時間 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 有一個三歲還有一個六歲的女兒 我也是每天都氣得 氣得我血壓到飆高了 但是非常謝謝你們 如同我的女兒關心我的健康一樣 我相信你們的這個計畫 不要只做這個一下下 就持續的一直做下去 對不對 因為你們都希望爸爸媽媽 活得健健康康的 很長壽 可以陪伴你們長長久久 對不對 很棒 好孝順 非常有孝心的孩子 謝謝你們 再次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也謝謝 楊柳風輔導員她的支持與陪伴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